民眾開車追在後方大喊提醒駕駛 輪胎破了 但是他像是沒聽見 繼續往前開 看到紅燈也不停 左右搖晃 擦撞停在路邊的車輛 最後被好幾位民眾團團包圍 警方到場處理 駕駛光著腳一臉恍神 坐在地上 我自己在迷糊 人家扇到旁邊給他們扇到了 那是人在工作還是吃藥 吃藥啊 怎麼會開這裡 我就是要去滑水 在空口路吃飯 64歲的陳青男子向警方說 自己罹患大腸癌 平常有吃安眠藥的習慣 但是這一次一次吃了三顆 卻開車出門吃宵夜 要笑發作 精神恍惚 現是在北區的國泰街 撞了三台車 就連右前輪胎都掉了 只剩下鋼圈 還一路開到太平區 沿路發出刮地聲響 再擦撞三台汽車 民眾以為他酒駕 開車追了10公里 將他攔下來 有撞到嘛 那時候聲音超大聲的 然後我們就直接衝過來 然後協助警方追車 如果連續八小時 疲勞駕駛的話 或換病駕車 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34條處罰1200元到2400元 全新男子三天前一樣 因為服藥精神不濟 發生車禍 又臉頰的傷口都還沒有痊癒 現在又因為吃安眠藥 深夜出門要吃滷肉飯 一路連撞六台車 還好沒有人因此受傷 記者您請問公益德成思議員台中 採訪不到